今天就和大家討論這個 Make Up For Ever 新推出的 其實是升級版的AQUA LINE 這個是舊版 這個是新的 我都未試過新 現在都會和大家試一下 其實這個眼鏡我一直都用開 因為尤其是給模特兒 或者我自己戴油的時候 或者模特兒真的要下水 它真的很持久很持久 不過有很多人會覺得難用 因為它的頭像科學毛筆一樣 你必須要手定一點才可以用到 但它真的很黑 所以對一些很追求很持久和很黑的人 其實它就會喜歡用 上次我去買的時候 真的很驚訝 它說抵抗了 我還很害怕 因為我認識品牌 我便問原來它升級了 所以舊版不會再找到 現在你看到的都是新版 新版你看到是肥了的 而且你看到有XL這個字 現在試試質地看看有什麼分別 這個是舊版的頭 看看你看不看清楚 這個是舊版的頭 這個筆頭是硬的 塗上去的 所以有些人技巧不太好 會覺得很難用 但我自己是可以的 然後會試新版的 會有什麼分別 這個是新版的 你看到 筆頭 其實比之前是長了的 而且 一用就知道 你會看到 一塗 它會比舊的更黑了 你看到這個 這個是舊的 這個是新的 而且塗的時候 你會發現 它是軟的 舊的 是不軟的 我現在打開舊的給你看 這支是舊的 你塗的時候 你會看到它是硬的 而且會薄的 新版的 會一拿到最漆黑的效果 而且這個位置 可以畫的位置是長一點 軟身一點 所以 變成一塊 我再試一下 所以 譬如新版的 有時候 你開始用久了 有很多時候 你會發現 譬如我現在再畫長一點 你會看到 這支是新的 你會看到 由頭到尾 你會看到是七黑 是實色的 但是 以前舊的 其實它也很好用 不過 你留意 塗上 塗上去的時候 你會看到 我也是這樣 直線的拿 你看到 舊的 到尾 顏色會淡一點 所以 相比起 新的 舊的 後面的延展性 沒有那麼高 新的 是均勻一點 但是 兩個 因為我選擇的 這兩個顏色 都是不閃 所以 你可以看到 七黑度 會比較黑 所以 新的 原來 它的延展性 會大一點 實一點 而且 它的頭 會再軟一點 所以 平日用不到 舊版的話 你用新的 會處理得好一點 不過 還是提醒你一次 因為新的 真的很黑 它比舊的 也很黑 但舊的其實也很黑 所以 你畫的時候 真的不要太重手 因為 你會覺得 好實好實好實的